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怎么样 都是好孩子的光环吗 社组文案 一看就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有谁会相信呢 不给别人贴麻烦 总是贴心为别人考虑 十分重感情 家人是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这写的真的是李小璐吗 如果李小璐十分的重感情 十分的在意家人 难道贾乃亮不是家人吗 原来在一起那么多年 李小璐都没有将贾乃亮当作家人 不然又怎会随意伤害呢 虽然在李小璐事件之后 贾乃亮在工作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在心境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整个人都不是以前的那个整日嘻嘻哈哈乐观向上的奶罢了 眼神中没有了波了 好似外界的一切事情都与自己无关一般 整个人也瘦了很多 这就是在李小璐出世之后 贾乃亮一直呈现出的生活状态 反观李小璐 在网友不停地偶遇过程中 好像生活几乎没有丝毫的变化 一就是该秀身材秀身材 要出去玩就出去玩 李小璐这样的状态 可能唯一验证了妈妈点在微博中的啥 这一个字吧 善良重感情什么的 网友听了都觉得想吐 最近李小璐最近频繁的活动 大概是要复出了吧 前天李小璐的经纪人刚把微博的简介改成了电话 昨天李小璐的妈妈就点赞了李小璐善良重感情的微博 这怎么看都是要复出的节奏了 如果李小璐复出了 你还会看李小璐的电视吗